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呢 一看这里呢 全部是那个肥皂泡沫 然后这个从这里面 从这里这里全部开始 从这样的话 留着影子一直下来 在那里滴 里面的木头已经没有了 全部烂掉了 我就马上就是到楼上去了 这个地方的那个水全部积牢了 他们是叫脱水机 一个很小的 他说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在记者来之前 赵女士已经将漏水打扫干净了 她说中介来查看过情况 但没给出解决方案 记者看到 油烟机上有一条明显的痕迹 赵女士拿出了早上拍摄的视频 画面显示 水就是从油烟机上方的 天花板滴下来的 灶台上也有很多水痕 赵女士家在二楼 她说楼上这户人家 是常年出租的 之前也漏过水 在客厅以及阳台的墙面上 可以看到有明显的受潮 漆面掉落等迹象 从我们做到这里来 将近20年了 我们没见过房东 在美国 几乎是年年出现 就是三天两头就出现 因为它频率也换人 洗衣机放在这里 然后它不是排水 这是拨拨拨拨拨 那个管子会掉出来 整个房间 他们楼上 整个房间经常会是水 管它没落 这里造成原因是 多年他们天天空调开在这里 原来是空调管子坏了 是租房的人 它是因为不是自己的房子 空调水 那谁它去了 来到三楼 门没锁 赵女士说 房子里目前用作宿舍 她进入室内和对方沟通 记者在户门外等待 租客最后没有接受采访 赵女士提供了一段 她早些时候拍摄的视频 画面显示 有一个类似脱水机的东西 连接的排水管放在地面 地上有积水 赵女士没有房东的联系方式 只知道这套房子 被托管给了我爱我家中介 但不知道是哪家门店 记者先来到了附近的一家 我爱我家门店 根据工作人员提供的信息 又找到了 我爱我家杭州河东路店 发稿前赵女士反馈 中介这边还是没有给出 具体的解决方案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